昨天刚跟大家同学吃完饭 他现在当老师 我问他 我说你们教育行现在还那么卷吗 他说现在家长已经不那么卷了 还行 他问我 说这个车企好像都挺卷的 一个比一个价格低 我说现在也不卷了 不叫卷 现在都掀桌子了 今天这位呢 我觉得又是一个要掀桌子的售价 北汽新魔方青春版上市 北汽新魔方已经上市有一段时间了 这次上市的是青春版车型 青春版主打的就是一个青春年少 如果您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朋友 那么他呢 我觉得不妨作为您第一辆车的考虑 80后 咱们也可以看看 瞧瞧人现在年轻人开着什么车 比咱那时候高级多少 先说售价 这个车的售价为什么吸引我呢 它的青春版售价是99,900 但是今天发布一个好消息 到这个月 10月31日之前 如果您购买青春版车型的话 直接现金再减一万 9万多的车减一万 这还不掀桌子吗 和同级竞品比啊 这个行为就好比什么呢 一桌咱打牌啊 对面我吹嘎的 怕直接上一大猫 直接赶出主呢 肯定还有底气 出完这个猫呢 人又出了一个顺啊 666 666什么意思呢 就是现在支付666块钱 然后可以在以下权益里二选一 一个是终身免费基础保养 另外一个是升级原厂的电尾门 要我选的话呢 肯定选终身免费保养 打开的越多越赚是吧 可是它好 可以看到啊 后边这个KT板上 写的都是限时的权益 不光是刚才出了一个顺啊 这个666 它还有一个就是限时的 三年六万块钱零息的 这么一个金融政策的补贴 你想本身就优惠完 八万多的一个车 然后六万块钱 还可以三年做零息的分期 这个我算了一下 一个月可能差不多 1600多块钱吧 算了一下啊 我刚毕业11年那会儿的工资 感觉月供买它都还行 所以现在工资翻了这么多倍 是吧 这个价格对于刚毕业来说 选择它作为第一台车 真的是没什么压力 说完之前的那么多优惠呢 还没完啊 还有一个置换补贴礼 如果您跟我一样 刚毕业就买了一个万元车 然后每个月呢 在修理厂折腾不胜其扰 想换新车了 可以拿车到这来置换 置换呢 最高可以享受 4000块钱的置换补贴 因为原来我玩老车的时候 一个月往修理厂扔 就不止1600块钱 对吧 现在的话 你月供这个钱 买的是一个新车多爽啊 听完刚才我介绍 一系列金融和优惠政策之后 再看北汽魔方 是不是感觉这车 一下变香了好多好多 咱们其实看一下外观 这个车刚上市的时候 就很引人关注 因为什么呢 它用了一个 特别像电车的这么一个造型 尤其它的隔山设计啊什么的 特像一个电车 虽然它是一个1.5T的油车 但是设计上 已经是在这个时代上 比较在线了 那么其实这个青春版车型 我看了一下配置 从车头这块呢 可以看到 如果你选高配车型 这块就是一个 真的毫米波雷达了 这儿呢 是一个心情件 那么侧面呢 还有一个区别 就是轮毂 青春版车型用的是 18寸的轮毂 然后高配的 就是19寸 我是这么觉得啊 轮毂可能大一寸的 在视觉效果上啊 没有那么大的变化 但是当您换胎的时候 这四条胎加起来 几百块钱的差价 那可是实打实的 青春版的门把手呢 是属于这种 需要手摁一下 手动的 如果是高配车型呢 是一个感应开启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不大 特斯拉也这样 对吧 车尾呢 青春版的车型呢 其实是一个 手动开启的尾门 之前说有一个优惠嘛 交666 可以在终身免费基础保养 和电尾门之间二选一 那我建议啊 选那个免费保养 手动尾门也无妨了 真的 而且手动尾门 我觉得它开关的速度快 俐落对吧 青春咱们就打一个痛快 接下来咱们去车里看看配置 那么坐进这个青春版的新魔方啊 就是我的感觉啊 结合刚才的售价 我怎么看怎么觉得香 香在哪呢 首先呢 像门板 包括扶手箱 就是大部分位置啊 都是采用这种皮质的包裹 摸上去就软和啊 包括这儿也是一个糖素工艺 比较软化的处理 那么其实它和高配车型呢 在车机这边 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区别 中高配车型呢 它是用的一个华为鸿蒙的 这么一个车机系统啊 芯片也更流畅一些 是因为麒麟990A 操作流畅度上 包括系统跟手机的这个映射搭配呢 肯定是那个更好一些 但是这个价格便宜嘛 高配车型呢 那它还会多出一套L2级的驾驶辅助 但是我觉得青春嘛 咱们就讲出一个亲力亲为 咱有的是经历 就自己开车也无妨 对吧 那么内饰其实很多设计呢 我觉得真是非常的喜欢 比如说中控台这块 它用了一个倒台式的设计 这块啊 放包啊 包括放手机什么都非常的方便 这个座椅呢 它是采用了一个赛车同一风格的一个设计啊 包裹性什么 咱就不要和同一比了 那舒适度确实啊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而且也有一定的腰部支撑啊什么的 体验下来呢 我觉得这车对我来说啊 如果我回到刚毕业的时候 开着这么一台车 我还是很高兴的 其实像新魔方 它有很多的科技配置 我觉得是相当到位的 比如说顶配车型啊 它还有一个差不多投射60寸的 一个AR HUD 包括它呢 在高配车型还可以选配 那个电子的外后视镜 这我觉得都是非常潮的一个设计 我记得当时上市的时候好像还没有其他车有这样的那个配置 接下来咱们看看后排空间 那么来到新魔方的后排空间啊 我就说一个点 它的这个纯平的第二排的过道 这一点我真是太喜欢了 因为它没有中间这么一个传统轴 这么一个槽 所以满载情况下 反正坐仨人后排乘客的舒适度也是不错的 那么空间呢 前排是我坐姿啊 腿部现在是有一个一拳 然后头部空间我觉得很大 又一拳多 它的后排是可以一个放倒的 刚才放倒我看了一下 是一个纯平的这么一个空间 现在无论车内露营啊 什么的床垫这些东西 我觉得纯平的空间 对于这些以后扩展啊 适配性都是要更好的 这个是它的先前优势 所以综合舔一圈之后啊 结合魔方现在这个优惠的价格 我真是挑不出什么毛病 而这个车呢 不光它的造型啊 样子很好看 它的动力 这个青春版不打折 1.5T这个发动机呢 它的加速差不多是7.8几秒 这么一加速水平 油耗呢 也是一个七升多 配一个七速的双离合 所以综合看起来啊 这个动力不弱 造型还挺好看 然后配置啊 价格什么的 要多合理有多合理 所以现在就一个想法 赶紧啊 把这期视频剪出来 因为身后这些诸多的优惠啊 像什么干666啊 一万现金优惠 它都是在2023年的10月31号之前 有效 所以说呢 如果啊 您身边有朋友 准备买人生第一辆车 或者他比较适合您的需求 转发给他 这个优惠呢 错过估计就很难再有了 别等什么双十一了 我觉得特别合适 感谢观优惠